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19日 星期一 我今天看到这样一篇文章 我们来一起来读一读吧 然后我会在过程之中 我开始评论这件事情 其实我只是看了一个标题 这个标题是 任泽平人口红利消退 中国人口形势严峻的十大特征 我们来看看这些特征都有什么 我们看看它有什么措施吧 我们来读这篇文章 其实我们是想看看这个现状 人口红利 其实我们已经都知道 中国现在人口已经变成一个拐点 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特点吧 然后我们再来说 来来评论一下它的解决办法 我最后也肯定说 我自己认为的一个观点和解决办法 反正不管认同不认同的吧 好 我们继续来看这篇文章 近两年来 一个共同的话题热度一度不解 那就是人口问题 为什么人口问题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和争议 一是人口问题 既然是既是家事也是国事 既是国事 既是关国家兴衰 又关每个人的幸福 二是人口因素的长期性 慢变量 但十大力尘 是典型的灰犀牛 当今世界里人口正经历着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少子化老龄化加速到来 三是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入器的关键时期 人口的数量和结构直接影响着消费和投资领域 积极应对老龄化 这种构建 这种幼有所欲 老有所养的社会 势在必行 我觉得前面讲的还都可以 前面三个点我们也说了 对吧 人口问题 你从宏观来讲 对应对着一个国家的一个发展 从微观来讲 那也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如果你要看到 比如说你是一个年轻人 二十几岁年轻人 你会看到对吧 现在的怎么一个状况 所以你能不能找到另一半 对不对 还有一关于个人一个就业问题 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你是在农村里的一个年轻小伙子 你会就会发现 哇 那年轻人的过程人口太多了 那你可能找到这种非常的麻烦 但如果你是一个 超过四十岁的就是大城市内的一个单身女性的话 那你也会担心 对不对 那可能你就会 就是没有那么好找 自己的那么好找对象了 反正就是关于是关于个人 我们也比较关心这件事情 对关于国家也是 我们也关于 比较关心这个事情 二是就是说 人口因素 它其实就预定着你这个 很多的一个投资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第一房地产 对吧 还能不能投资 对 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如果人口还是像中国是蓬勃发展的 像 对吧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然后如果人口的一直持续的萎缩的话 那你未来的房子 从这种父亲母亲 或者是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那儿继承来的房子那么多的话 那大家就会要考试这件事情 所以说 这是第三个问题 已经这周周期的把数量都会直接影响着什么消费品 投资领域 还有我们以后要从事的行业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依据吧 对 如果说你现在这个年代你还愿意去当幼儿老师或者是早教的话 那你可能非常危险了 对 或者是说你做奶粉呢 或者什么东西的话也都非常危险了 因为这种新生出生而减少的太快了 但如果是说你从事这种关于养老的一些产业的话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振着日上的行业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一年比一年多啊 大家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对我们的职业选择呀 或者是你创业方向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关心这个话题啊 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想解决什么问题啊 这个东西就像他说的 第二个说的啊 这个形式啊 是大历尘啊 是典型的灰犀牛啊 不是说谁一两个人 或者是说这个国家能够扭转呢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能扭转这个问题的吧 好 我们来看看这种三重的人口困境 少子化老龄化和不婚化啊 就基本上就总结了现在中国的一个特点 对不对 少子化 那可能就是说小孩出生的越来越少啊 老龄化 对 就会面临着我们这一辈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面临养老的问题 不婚化啊 就是说也是一个就是90后或00后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 嗯 其实我们在丹麦已经看到过了这种不婚化啊 嗯 结婚的人估计已经都不到一半了 嗯 中国也会走到这一步啊 过去我国依靠着庞大的年轻人口红利和和高储蓄投资率带来了高资本的投入支撑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增长啊 我们他虽然这么说对不对 我们也不知道他说的这种对不对 听起来好像是对了 因为很多的人每次都说哎就是因为我们人口红利 那印度也有人口红利啊 他他怎么没高增长呢 这很多的时候 对吧 你看起来非常简单一种的一个道理 他说出来就是这样事件是真的吗 他就有的时候不是真的对不对 你再看上阿富汗啊 他他他也他也有人口红利啊 那他也没有快速增长对吧 阿富汗几年来的发了人口发了三倍啊 他现在的地区都养不活那些人了 他也不是对吧 并不是说大量的年轻人就人口红利 这种高储蓄率就和高资本的投入就可以支撑改革开放的快速增长 就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呢 对 2004年中国首次出现这个民工荒 民工的工资快速增长 中国15到64岁的嗯 劳动年轻的人口比例在2010年见顶啊 抚养笔见底标志着中国流域四拐点的出现 人口红利消退 经济增长急需新的动力 人口红利才得到一些释放啊 截止到2023年底 中国人口形势呃 严峻具体表现在十大特征啊 我们来看看这十大特征吧 第一 总人口14.1亿开始出现负增长 这算什么特征 开始负增长吗 对不对 我们实行了几十年的进化生育 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老龄化加剧 正从人口红利转入这种人口负担 负担期啊 这个老龄化其实也会说 对不对 你看你什么样的老龄人 如果说你是农村的老龄人负担化的话 这不是 农村老龄化加剧的话 并不是从人口红利转入负担啊 农村的去世 农村的老人没有给国家任何负担 你看看他们 对吧 他们有养老金吗 对吧 他们有免费医 那个很多医疗吗 根本都没有啊 根本一天没有退休金吗 根本就没有 所以说 我们要看对不对 城市的老人 退休 那才是负担 农村的老人 对吧 农村有多少亿人口 对吧 八九亿人呢 其实还好 劳动年龄 人口下降 经济增长 增长率下降 对 然后少子化加剧 出生人口在2017年到2013年连续7年下滑 这个 对吧 你也都很难说 对不对 我们的观念改变了呀 甚至就是说 因为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 对吧 我们像我们这一代 我们四十岁都有的 对吧 我们兄弟姐妹都很少 那毕竟他们 我们再结婚生小孩的话 毕竟这一代 我们下一代的话 就会很少 这是正常的现象 要不是 你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呢 对不对 你计划生育的时候 原来你就 你就没让每家要两个孩子 你每家要一个的话 那这人口就是这样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 倒着往下去的 生育率的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中 排名倒入第一 不想生 不敢生 不能生的问题严峻 第六 不婚化 家庭小型化的趋势 这不是中国的特点 哪都是 很多发贷国家都是这样的特点 第七 性别比持续改善 男性比女性多了 3097万 但农村圣男和城市圣女的问题突出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因为中国中男轻女的一个现象 在发贷国家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城市化率逐步提升 但人户分离 人口规模扩大 城市化率现在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现在有的时候 说你想解决 再靠农村去解决问题的话 就很难解决 城镇化率高了之后 那真的老龄化之后 那就会变成一个负担 我估计像我们这代年 这代 比如说我们40次左右以上的人 当我们老的时候 那可真是国家的负担 对 我们自己交入养老金 那你就给我们养老金 对 然后你现在所有的人都到城市里去了 你没有这种农村里面作为土地 作为生产资料 对吧 你再老了 你也没有办法 对 靠土地养活自己了 那就就得靠国家养活 第九 人口人才向城市寻 都市圈聚集 东北西北的人口持续流出 这个确实也是这个样子 发达国家的话就没有这个样子 因为大时候他已经老年人特别已经富起来了 然后他们可能会更愿意是说 跳出这种大城市 跑到郊区 因为第一呢 就是说 这个郊区的环境可能更好一点 然后基础设施一点不比城市里差 所以说中国应该是也向着这方面发展吧 第十 受教育程度提高 但重视社会分层 但需要重视社会阶层固化的现象 这个 对 也是各个地方国家都有的吧 对 我们 大家每个人努力半天的话 其实目标都是让自己的孩子 不要不在 生活过得轻松一点 大家 你上上一个台阶之后呢 大家都会去巩固 对吧 不要跌落这个台阶 并且呢建订护城河 最好别让人再上来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先看看老龄化 中国已从2021年开始进入深度老龄化 老龄化规模 大速度快 高龄化 未复先老等特点 我们看一组数据 2023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 占总人口比例15.4% 占全球老年人口 特别的四分之一 全球人没有任何意义 相当于全球四个老年人 一个是中国人 这个就没有太多意义 对吧 中国人多而已 对 随着1962年到1979年 第二轮婴儿潮 出生人口 逐渐进入生命的终点 未来30多年 人口老龄化将快速升华 预计2030年前后 这个比例超过 这种20% 2030年 还有6年 这就变成了超级老龄化社会 之后持续上升 到2056年 也增加到36% 这个就很困难 36% 三个里面一个多人老人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人口红率逐渐消失 随之而来的是 社会抚养比上升 养老的负担加重 政府债务加重 社会创新和活力下降 等等等等 这确实是这样一个 非常一个 就这样一个现象吧 但是呢 这个东西也是说白了 也是原来我们 你实用计划生育的时候 你就应该看到的 对不对 你就想要达到 这样的一个效果嘛 我们再来看看不婚话 婚育是连接少年和老年阶段 一个重要桥梁 在现在的情况是 年轻人结婚晚了 结婚少了 2013年到2022年 我和结婚对数 由2013年到2022年 我们结婚冬季的对数 从1347万下降到683万 降了一倍啊 连续9年下降 结婚率从 千分之9.9 降到千分之4.8 几乎都是折半的往下看 在传统观念上 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 然而在现代社会 婚姻到底是情感的升华 还是爱情的坟墓 一方面随着新一代年轻人 学历水平的提升 独立意识的增强 婚姻不但是必选项 而是自由的生活的一种束缚 离婚也不但是一个 谈护色变的话题 这个确实是观念已经变了 另一方面的中国传统观念下 婚前的彩礼 购置婚房 婚后的生儿育女 等环节 这种推高了 这种结婚和婚后的生活成本 明显挤压了婚姻的意愿 如果你不结婚的话 很多的时候 对于年轻人的话 它确实是比较自由 并且我们工作的话 也都更得心应手吧 最后我们来看看少子化 2023年我国总的生育率 不足1.1% 全球倒数 甚至低于美欧日 年轻人生育率远低 全民二孩政策 不及预期三孩政策 效果不是很明显 出生人口已达到了 这种七年下降 说为什么年轻人不生 一方面晚婚晚育 不婚不育 单身主义 或者是削弱生育基础 婚姻匹配困难 说白了就是 对吧 一直我们旧爱就是晚婚晚育 不婚不育 对不对 还有的时候是 对吧 这个社会我们都要工作 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 虽然我们创造的 感觉自己创造的价值 越来越多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创造这么多的价值 也没有换来我们更多的自由时间 并且根本就没有时间在一起 没有时间谈谈爱 另一方面 住房教育医疗成本过高 就业与家庭的矛盾 提高的机会成本 抑制了这种生育的意愿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社会只要形成一种潮流之后 几乎就没有办法改变 根据测词 2022年中国内地家庭 零到17岁 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 就是说小孩从零岁到17岁 53.8万 其实还是 我觉得还是少的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看来的话 很多 像我们这一代80后们 如果你生活在北京上海 北上广深的话 那你可能觉得这个数 是非常非常少的 可能会更高 相对于人均GDP 几乎是全球最高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养儿防老的观念淡化 年轻一代生育观念已经改变 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萎缩 劳动力见顶 老龄化加剧 盛难问题严重等问题 然后他谈了这种鼓励声誉 声誉补贴和性别平等 我快速读一下这种鼓励声誉 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先把我的观点 那个放在最前 其实我不觉得鼓励声誉 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我第一个观点 就是说 我没有看到任何西方的国家 鼓励声誉 你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很多人 很多国家解决这个问题 都是靠吸收难民 但是你来用一个 用一个问题解决另一个问题 完了你就会出现另一个新问题 那个新问题 你怎么去解决 比如说法国 对不对 他引进了很多劳动力 他原来也面临到劳动力不足 他引进了原来 从他的殖民地 引进了很多的问题 引进很多的难民 完了之后 他就会面临 另外一个问题 这就是这样 对吧 你当你用其他的 不靠谱的办法 去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那就会出来更多的问题 需要你去解决 但是他唯一的就是说 很难用这种 这种政策 你比如说他说的这种 生育补贴 性别平等 哪没有性别平等 那你说 法国没有 没有那个性别平等 丹麦没有生育补贴 这些东西 他都解决不了 他的生育率低的问题 我也不觉得中国能解决 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趋势已经在了 那他就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的话 你还不如接受 能想其他的办法 来解决问题 当然我也不是说 你就靠吸收难民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想想 其他的 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我是觉得 我们应该认清这个事实 老龄话就是到了 少子话就是来了 不婚就是大家的一个 达到一个共识 那你不如接受这些东西 然后你去解决 这个经济问题的时候 永远不是靠经济 永远不是靠这种政策 去能解决得了的 你能 对吧 你什么时候能解决 一个经济问题 是靠经济学家解决的 不是的 你应该是靠什么 靠科学家 比如说 现在中国怎么解决这种 老龄话 少子话 不婚话的 这样一个问题呢 大力发展科技 对吧 用机器人替代 对吧 没有年轻人干活 有机器人干活就行了 对吧 如果说 对吧 人家不愿意结婚了 就不愿意 男的找女的结婚了 那你要机器人呢 对不对 Elon Musk 研究类女 女机器人 对吧 你把这个产品做好了 跟机器人结婚 不就完了吗 老年话 也有解决 对吧 机器人如果说 科技发展得好了之后 让机器人去代替我们 去抚养老人呢 我觉得很多的这种经济学家们 对吧 你不要去 去跟国家这种 你说我制定什么样的政策 就能够扭转生育率 有可能吗 完全没有可能 我们看看他 他说了一些问题 我们再看看 尽快全面开放生育 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 这能解决吗 完全解决不了 人家现在是 你给我 我都不生 是连人家一胎都不要 你放开了 别人就生了吗 第二个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人大力鼓励生育 鼓励不了 你鼓励人家不生 也是不生 你给多少钱也不生 就是这个样子 丹麦不是这个样子吗 没有鼓励吗 韩国没有鼓励吗 日本没有鼓励吗 我就不谈了 我觉得没有意义 然后这鼓励上提高了 什么 12345678条 我看了他的 这个这些措施 完全没有丹麦的力度高 丹麦就解决不了问题 你中国能解决得了 丹麦还是人比较少 对吧 还是好弄的 所以说几乎就 他说的这些东西 就无解 他说 因此 当务之急 是尽快扭转新出生人口 迅速加强的趋势 当务之急 你也扭转不了 这个趋势已经来了 他就扭转不了 所以说你现在已经不用去劝任何人了 你去劝习近平说 我们现在面临计划 这个生育的问题 习近平还不懂吗 他当然知道 我现在我觉得没 几乎已经没有中国人不知道这种生育率的问题了 几乎已经没有人说 我想生 我还不能生 对吧 因为进化生育 只让我生三 我生不了第四个 你看到我上有没有吗 生七个八个的都有 谁管你呢 所以现在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 他想去扭转 你扭转得了吗 就无法扭转 我们接下来看看他聊什么吧 反正我觉得上 他想扭转是扭转不了的 你不如想想其他的折来解决这个问题 挖掘人口的新红利 未来还有六大机遇 面对如此复杂的人口形势 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应对人口问题 另一方面要挖掘人口结构中的新红利 我觉得这个是 对吧 遇到问题之后 你不要光哀声叹气的看问题 我们就完蛋了 你发现新红利 你找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受劳动人口力见顶 人口教育水平的提升 人口人才不断向东部 洋海和发达地区 城市穿人口的变动的影响 未来我们六大机遇 第一消费升级迎来新趋势 趋向健康化品质化 情感化类型 对这个是比较高的 对吧 这个是比较好的 但是如果是你未来创业的话 那你需要 对吧 说 对吧 你做的一些产品 可能更趋向于什么 情感化的对比 对吧 解决人情感化的问题 你做出来的品质又高 对吧 但好像跟现在的又比较冲突 因为现在还有经济问题 还有经济下行的问题 对 因为现在就消费 消费下沉 如果你现在做什么 健康化 品质化的东西 估计死得更快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条 部分制造业 像东南亚出海 产品面临转型升级 数字化成绩 成为趋势 这个也确实是 对吧 你有更多的这种 有更多的这种 说白了 就是本科生 研究生和博士生 对吧 有大批的人 你得给他们想办法就业 你不能说 让他们去下工厂拧螺丝了 你得想更多的辙 一定要产业 产业升级 也不一定非要像东南亚 什么转移的吧 我还是觉得 对 你高 就是赶紧研究AI 赶紧研究机器人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让他们来去做一些 比较重复性的一个劳动 解放出人来 第三 产品服务更适合 就是 适老化转型 一样结合更加紧密 养老金融的前景广固 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确实是这样的话 因为未来老年人很多 我们要针对老年人 做很多的基础设施 或者是 和这种养护服务 其实也是很大的 一块巨大的市场 第四是教育系统 面临结构性的 调整的需求 短期托儿所 供求不应 幼儿园以及义务教育 供应相对饱和 所以说 这个就是这样 对吧 人口面对巨大的变化 并且还是人为控制的 你这个东西就会面临 对吧 有很大的问题 很多的时候 你突然间放开二胎的时候 那就面临这一两年 就是人巨多无比 你怎么去解决他们上学的问题 和教育的问题 完了之后面临就业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就会面临 突然间人口减少 对吧 你建了那么多的学校教室 怎么怎么去重复利用的问题 还是说直接就完全浪费掉了 第五人口结构变化带来 住房价值的分化 人口和人才流入核心 城市住房的价值凸显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现象 还有另外一个现象 其实你也可以关注说 真正的 比如说是离城市比较远的 风景秀丽的 然后这种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 这样的一些 类似于别墅圈吧 因为你看到西方国家 也是这样发展的 慢慢的大家都讨厌住这种 什么说 这种公寓房 可能更相于安静的 对 特别是对那些非常有钱的人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第六 住房改善时代来临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 产品成为购房者 关注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类似于说的 对吧 大家可能说 之前我只要 对吧 能上车买一房就行 那现在我们可能 就挑挑担担的 你朝向好不好 对不对 你楼放心就怎么样 你的邻居怎么样 对不对 你的学区 对学区怎么样 周围的环境怎么样 景色怎么样 那这些东西都是要考虑的 一些问题 当然之前也考虑吧 但是你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对吧 这些好的话都是太贵了 那现在慢慢的就是说 一个房地产会面临调整 我们会有这种选择的空间 如果你是一个开发商 或者什么样的话 如果你作为原来想把自己的二手房能卖个好价钱的话 还是需要多注意关注这下 并不是说 我有一个房子 我以后我就吃穿不愁了 这个房子有可能是你的资产 但是还有可能变成你的负债 所以说这篇文章 我大概的观点就是这个样子 它有些现象级的 其实我们是可以了解的 对不对 因为他们有一些数据 对方看来之后是说 我们是从这种问题里面 你看到机遇 我觉得这一件事好的 但是真正的你去说 还去强调这些 怎么去让扭转这种生意趋势 我觉得谈这种都有些无聊了 对于没有干法改变的一些事实 我都不想聊这件事情 大家其实应该多聊一聊 怎么靠你在其他的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靠真正的让人多生去解决 因为别人已经不愿意多生了 这个东西已经很难了 如果你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怎么都好说 对不对 单独的个体 你通过这种什么样的措施 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它是一个社会现象 你怎么靠这种社会现象 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所有人并不是 有的人有些家人他不缺钱 他们不缺钱 他们也不愿意生 并不是说你给福利给钱 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 对不对 你说你给个每个小孩 或者你给个一两万块钱 每年 但是有太多的家人里面 不缺了一两万 但是人家还是不愿意生 并不是说你制定一两个政策 你就能解决了的 你需要非常的针对于每个家庭 对吧 针对于他们不同的一个原因 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是你有解决过来了吗 你解决不来 对不对 连他们父母都解决不了 更别说你政府了 所以说完全谈一些其他的政策 我是觉得毫无意义 这就是我的观点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